10萬勞力士的部份可以被說明 我的財產申報絕對沒有問題 那有問題的話可以跟監察院來告發 那我會跟監察院來做交代 所以絕對我的財產申報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一把處理 委員用網友揪出 賴清德手上有勞力士的表 然後財產申報也沒有 那這樣的話 這個可以請賴總統來說明 他手上那支是不是勞力士 然後價值多少錢 有沒有超過20萬 如果有的話確實就應該申報 那如果也是一樣有 就是忘記申報或者是申報不實的問題 其實都應該要依照監察院的相關的法規來 來進行處理 我今天要鄭重的 請苗博雅議員不要造謠 能夠公開的向我道歉 評論應該要本於事實 所以在這裡鄭重的希望 苗博雅議員公開的向我來道歉 他在直播的時候 所秀出的這一張聲稱是LV的連衣裙 其實根本不是LV 而且我取得的價格是0元 這件衣服是 余美人送給我的二手衣 也就是說他上節目的時候他可能穿過 然後呢但因為他是藝人嘛 所以穿了幾次之後那不見得會繼續穿 所以他有很多的二手衣 有一次我去他家的時候 他就很好心的拿了五六件衣服給我穿 其中包括這一件 也就是這一件是否是連衣裙 他的價格是否是10萬元 那各位是可以上余美人 美人姐來求證的喔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去問問他 所以這件衣服實際上應該不是LV的 而且呢 也是人家送給我的 我沒有印象他是LV啦 那再來就是 今天為了要攻擊我徐曉星 連我穿什麼衣服多少錢都要管 請問是愛找誰了犯了什麼法了嗎 所以我希望這些過去的寒沙攝影打不下去的時候 大家就不要再丟一些543的東西出來自取其辱了 如果今天真的要看一件衣服多少錢的話 我現場脫衣服 我是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希望我要脫光他們才滿意 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看是什麼牌子的 然後我其實 如果你們有看我平常時在立法院的問證的話 我很常穿 也不是第一次穿了 前幾天都是穿這一件 然後我還有包色 所以我有米色藍色跟黑色 是UNIQLO的 一件大概是一千多塊錢 這一件衣服 也要這樣子嗎 來 沒有大家喜歡拍就拍 這件衣服 也是UNIQLO的 大概八百多塊 具體價格我不是很確定 我也包了色 四個還是五個顏色我都有買 當然我們今天作為中央的民意代表 有的時候我會有一些比較好的衣服 但只要衣服能夠重複穿 甚至作為二手衣 給我的家人穿 其實我覺得還是很划算的 但是這不等於我所有的衣櫃裡面 都是他們所說的 所抹黑的那些價格跟那些衣服 這個一點道理都沒有 所以我想要問民進黨到底想怎樣 要把我的褲子也給大家看 是UNIQLO的嗎 要把我的褲子脫下來給大家看嗎 還有我的內褲今天也是穿UNIQLO的 有需要這樣嗎 我的內衣是sluggy的 有需要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你要攻擊 要有限度 弄了四五天了 為了我一個人 去窺探我的家裡的生活隱私 很多的討論跟案情根本無關 也沒有任何一條證據指向我涉案 想要去告發的人 他們也去告發了 我也說我非常感謝 能夠讓第三方單位加入 一起來查清楚 因為我是用最高的標準 來檢視自己 可是有必要弄到 連衣服都要造謠嗎 有必要弄到連我的先生 被造謠說他的爸爸陪他特權 什麼兵役 他結果他必須要拉開他的褲管 給大家看他的小腿有腫瘤嗎 我想要問一下 這是我們所期待的政治環境嗎 他們在做的事情 難道不是霸凌嗎 真的希望看到出了很嚴重的事情 他們才要善罷甘休嗎 所以我覺得過去我當然對民進黨有非常多的指教跟評論 可是我有造假嗎 沒有耶 我沒有造假別人的一件衣服是什麼 牌子的多少錢 我所有的事情是經過了查證 與公共利益相關 才公諸於世的 結果他們今天開始打我的一件衣服是多少錢 內褲是多少錢 以後我在這裡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要把我全身衣服脫光光 給大家看每一個牌子 大家才要滿意嗎 今天我跟我的家人 收入都並不低 還有我自己的家庭裡面 也都是屬於小康家庭 他們刻意的去講我是早餐店女孩 可是他們卻我覺得品格非常低劣的 去詆毀了所有做小吃的人 把所有做小吃的人都說成是窮人 如果你不窮 那你就是說謊 不應該有這樣的暗示 我們家是做早餐沒有錯 可是如果大家回頭看 我一直都說我們家是小康家庭 你們知道嗎 如果一個做早餐的家庭 像我們家這樣子 三百六十五天全年無休 連過年的時候我們都工作 其實是可以累積一筆不小的財富的 只是那些財富是用我們的勞力 用我們每天的努力所換取來的 沒有對不起誰 我們賺錢賺的心安理得 在台灣社會裡面 有多少的老百姓 都是像我們這樣子的家庭 在甚至中小企業 小吃攤 裡面一步一步的努力往上 最後他們也積累了不少的財富 他們的家人可能也有了階級流動的機會 這本來應該是社會佳話的事情 在他們的口中卻因為要攻擊我 而變得如此的不堪 所以他們攻擊的不只是我而已 他們攻擊的是千千萬萬 因為坐著基層 而慢慢慢慢累積到自己成就的人 他們對我的批評 認為早餐店的女兒就應該很窮 這樣子的討論對於台灣社會來說 真的是一種傷害 所以我希望可以停止了 這種惡性的政治鬥爭 要逼著政治人物在立法院裡面 脫下自己的衣服 給大家來檢查 大家不覺得很荒謬嗎 今天如果他的所有評論本於事實 我也願意接受檢驗跟討論 可是我剛剛已經說了 裡面是造謠的內容 所以再一次的希望苗伯雅議員 能夠在公開的場合 鄭重向我 以及所有做早餐的老百姓們道歉 早餐店的女兒不一定是窮人 我們便手知足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 也可以打出自己的天下 而造謠也不應該是一個台北市議員 應該所為的 所以我不曉得他是被說成菩薩之後 就飄了嗎 不如怎麼會有這麼荒腔走板的不實指控 再一次強調 希望苗議員可以公開的 向我好好的來道歉